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成功大学张文琴老师 大家还记得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有为大家介绍到 食物会在不同的地方消化 会依据不同的动物 有不同消化的地方 例如像水溪 它具有一个囊状消化腔 它可以消化食物 像原生动物草绿虫 它是属于包内消化 那像我们人 它主要是属于包外消化 那包外消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具有消化道 所以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要为各位同学介绍 人体消化道 消化道简单的说 就是人体消化食物的地方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将为各位同学介绍 食物进到消化道中 会发生哪些事情 这么大的食物 要怎么样被消化 然后分解成周壮食谜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人体的消化系统 那消化系统 它其实是有分成消化道 跟消化线的 我们看到消化道 也就是这个单元的主题 消化道呢 主要的功能 它其实就是乳动 搅拌 食物 还有吸收养分 那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前一个单元 有跟大家提到 消化的方式 有分成物理性的消化 跟化学性的消化 所以在这边 我们所提到的消化道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到 一些物理性的消化 那当然在人体的消化系统里头 它并不只是物理性的消化 还有化学性的消化 那在化学性的消化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消化线 因为消化线 它会分泌消化液 来分解食物 那有关于消化下线 更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 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消化道 那刚刚有提到 消化道 它主要扮演的角色 是物理性的消化 那食物进到这个消化道中 就会被容纳 而且会被磨碎 然后呢 会被搅拌 然后会输送 就好像我们食物进到口腔之后 我们会用牙齿把它咬碎 然后送到食道里头去 送到食道里头 然后到下一个消化道 然后进行消化 那在人体里头呢 消化道从上而下 分别包含有口腔 还有烟 食道 胃 还有小肠 小肠呢 包含有十二指肠 空腔 和回腔 接下来就是大腔了 那在大腔里头 它包含有盲腔 节腔 和直腔 最后是肛门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口腔 咽食道 一直到肛门 这就是人体 最重要的消化道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一来看 这些不同的消化部位 各具有什么功能 我们刚刚有看到 人体的消化道 从口腔到肛门 具有很多的部位 所以首先我们来介绍 口腔 口腔中具有牙齿跟舌头 大家平常在吃食物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想这么多 想说食物吃到人体之后 就直接吃进去了 但是在口腔中的牙齿 跟舌头 其实在消化作用里头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口腔中的牙齿 它是可以协助磨碎 而且切碎食物的 另外舌头呢 它是可以协助搅拌食物 然后与喉咙的肌肉 一起运动 将食物往前推进 推进到食道中 那在食道里头 也是有很多的肌肉 会进行蠕动 所以被口腔切碎的食物 进到食道之后 食道的肌肉 它会进行蠕动 也就是说食道后方的还肌 还有前方的重肌会拉动 所以它会不断的进行 反复的收缩舒张 收缩舒张的方式 造成蠕动 那有了这个蠕动的这种运动 就可以将食物 继续的往前推进 进到胃里头 那我们可以看到 食物进到胃里头之后 它进去之后 我们必须要避免它回流到食道中 所以在人体里头 有一个非常棒的设计 就是在胃跟食道相连的地方 有一个胃奔门 这个胃奔门 它具有奔门扩跃肌 它可以防止胃中的食道 食物逆流回到食道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 胃壁它其实也是一样 有很多的肌肉所构成 它主要是有重肌 还肌 还有斜性肌 这三种肌肉呢 它们会相互的配合 也是一样 不断的收缩舒张 收缩舒张 它就可以将进到胃里头的 这些食物呢 进行搅拌 还有消化 它消化成10米之后 就会把这些食迷 再往前送到小肠里头 但是这些在胃中的食迷 并不是一下子的 就被送到小肠中 就好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胃奔门 是不是可以防止胃中的食物 回流到食道中 那另一方面 当胃里头的食物 被消化完之后 它并不是说 一下子就被送到小肠里头去 所以呢 因为胃跟小肠之间 它有所谓的胃幽门 因为胃幽门 它具有一个幽门阔约机 它可以控制这个幽门的开或关 它可以让食迷分段的进入到小肠里头 那我们可以看到 食物进到小肠之后 有很多的食迷 它已经不是一个食物的样子了 它已经被胃消化成很多的周壮食迷 那这一些食迷呢 进到小肠里头 它其实会刺激到小肠管壁上的一些肌肉 在小肠的管壁上 也有所谓的中横肌还有还肌 那这些肌肉也是很有功能的哦 我们这些肌肉像中横肌跟还肌 它会促进小肠的蠕动 让食物往前推进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还肌 它也会进行所谓的分解运动 这个分解运动 它可以帮助食物与消化液进行搅拌 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分解运动 我们一直在提到说 还肌它会造成有分解运动 在这张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张图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黄色的石端 跟橘色的石端 那怎么是小肠的分解运动 就是这张图上看到的 原本收缩的地方 会后来会变成舒张 原本舒张的地方会进行收缩 所以在同一个部位 它有收缩跟舒张 所以原本这个黄色的石团呢 就会被分到两节 橘色的石团也是一样 因为原本它原本是舒张的 可是后来变成收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橘色的石团也会被分成到两节 所以在同一个地方 这样不断的重复的 前后的收缩跟舒张的运动 就是所谓的分解运动 它可以让石米跟消化液 充分的混合 而且呢 它还可以增加这些小分子的物质 跟肠年膜的接触面积 那增加了这些接触面积之后呢 也就可以去增加整个 养分吸收的效率 那在这边跟大家讲 其实人体的小肠呢 它其实每分钟大约会重复 12到16次的分解运动 然后将这个石米来回的推送 最后石米就会变成乳米状 所以小肠中的石米 透过蠕动 还有分解运动 消化 而且进行营养的吸收 最后呢 一些没有办法被消化的食物残渣 才会再往前送到大肠里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食物被送到大肠里头 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养分了 而且该消化的也在 也在小肠里头被消化掉 进到大肠里头 都是一些没有办法被消化的 食物残渣 或者是呢 一些消化到的分泌物 还有像脱落的肠壁细胞啊 细菌 还有少量的水分 那这一些的物质 就会形成粪便 那最后这个粪便 就会由肛门排除体外 那在这边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排疑 所以当你以后听到排疑 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 就是把粪便从肛门排到体外去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头 那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到 人体的消化道有哪一些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单元里头 可以学习到消化道有包含有口腔 烟 食道 胃 小肠 大肠 还有肛门 那主要呢 在消化道里头 它所扮演的一个消化方式 其实是以物理性的消化为主 那所谓的物理性的消化呢 其实就是食物会进到这个消化道中 会容纳 就好像食物进到口腔里头 放在口腔里头 进到胃里头 放在胃里头 就是容纳食物 那它会磨碎食物 就好像牙齿可以把食物切碎切细 那也可以搅拌食物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小肠的蠕动啊 分解运动 它就可以协助这些食物 跟一些消化液进行搅拌 那还有输送食物的功能 就好像我们食物从口腔 进到食道 再进到胃 小肠 然后大肠 从肛门排出 这个就是输送食物 所以在胃跟小肠呢 都是可以利用蠕动的方式 来推进食物的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小肠的那个分解运动 那分解运动 它当然就是可以帮助消化 跟输送食物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单元的介绍 同学们可以更了解 食物是怎么样进到消化道中 进行消化作用的